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温哥华天空新闻 今天是4月24日,星期三,我是依萨 敦向,加拿大第一收入者税率高达50%,超越富人 加拿大公共政策智库飞沙学会发布一项新的研究 指出年收入3万到6万元之间的加拿大家庭和个人 面临接近或高于50%的编辑有效税率 飞沙学会是加过五党派的独立智库 学会财政研究主任傅斯说 中等收入的加拿大家庭面临着很高的编辑有效税率 往往比收入最高的加拿大人还要高 该学会发表的研究题为加拿大公新家庭的编辑有效税率 作者是卡尔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巴泽尔 编辑有效税率METR衡量的是美多专一元而导致个人所得税 包括联邦和省以及政府福利的减少 例如每月的加拿大儿童福利金CCB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换句话说 有效税率是当你赚更多的钱时 你所支付的税和你所失去的福利的总和 现在的问题是 在全国各省中等收入的个人和家庭面临的编辑税率最高 这使得人们没有意愿赚取额外收入 税收增加以及政府福利减少 严重抵消了多赚的收入 研究称 例如家庭收入为6万元的家庭在每个省都要缴纳50%或更高的实际税率 在魁北克省按这一收入水平计算 编辑税率高达67% 在各省中 BC省年收入3万至6万元的税率最低38% 安省年收入3万至6万元的家庭的编辑税率50% 以年收入30万元及以上的高收入家庭编辑有效税率44%高出了6个百分点 下图显示各省年收入6万元的家庭每多赚100元在税收和福利金上损失的金额 报告作者巴泽尔说 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庭一直面临着不成比例的高边际有效税率 最引发着对税收和转移支付系统公平性的效率的质疑 这些发现强调了有必要优先考虑削减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有效税率 探访Costco发现秘密的6个宝藏 逛Costco就像探险一样每次都能有不同的惊喜 事实上这并非偶然 以下是购物行家的分析 揭示了Costco的6个隐藏宝藏 1.商品经常更换位置 Costco店内的一个秘密是商品经常更换位置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顾客浏览更多的区域 而不是只停留在固定的地方购买商品 唯一的例外是 如果某种商品在某个位置销售良好 那么它可能会长时间留在那里 2.好久藏身处 Costco的设计理念是 让顾客感觉像是在寻报 所以不要急于进门就购买一大堆东西 除非这就是你要的 据Costco员工经验 逛完全厂 顾客至少会发现15样原来Costco也有卖的商品 3.标价密码 绝大数商品的价格19或0.9结尾 如果看到0.97结尾的价格 意味着该商品正在清仓销售 通常比原价更便宜 0.00或0.88结尾的价格表示店经理决定降价 因为这可能是最后一件或者缺少盒子或零件 另外如果价格后面加上了新号表明该商品不会再补货 想要购买的顾客应该尽快行动 总之Costco的商品永远在打折 每种商品都有打折的机会 如果不是急需的商品可以等下次再购买 4.购物秘诀 首先Costco本身就是一个仓库 所以架上的商品就是有货 没有的话店员会从仓库取货 其次提前预定商品可以避免缺货 如果你正要举办宴会或活动 提前预定所需数量的商品是个好主意 5.特殊商品 Costco有一些特殊的商品 比如每只售价4.99美元的烤鸡 在加拿大售价7.99加元 里面除了调料外没有其他的填充物 虽然烤鸡是亏本的 但许多人在购买烤鸡时也会顺便购买其他商品 这就是Costco卖烤鸡的秘密之一 另外Costco还有卖棺材 每付售价950美元比其他地方便宜很多 6.买贵退款 在购买后30天内 如果在Costco网站上发现该商品降价 可以在线申请退还差价 此外会员也可以随时要求全额退还会员费 揭秘全球五大短命原因 每年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每年有200万人死于一种习惯 综合多项研究结果 存在五大因素亦导致现代人寿命缩短 甚至有可能缩短10年 第一位肥胖 研究指出持续肥胖5年将死死亡风险3倍 而持续肥胖15年的人死亡风险是正常人的3倍 肥胖会增加罹患癌症 心脏疾病 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等疾病的风险 第二位吸烟 吸烟的人每日吸一支烟将死寿命缩短13.8分钟 如果每日吸一爆烟20支 将导致寿命缩短10年 吸烟者罹患肺阻塞的风险比非吸烟者高出6.3倍 第三位 酒坐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 酒坐不动容易引发肥胖 糖尿病 高血压 癌症等疾病 每年有200万人因此而死亡 澳洲雪梨大学的研究表明 每日酒坐8至11小时的人死亡风险增加15% 而每日酒坐11个小时以上的人死亡风险更高达40% 第四位 孤独 研究显示 孤独会使死亡风险增加26% 长期孤独会削弱人体的免疫系统导致导王风险增加32% 第五位 失眠 长期失眠超过6年的人死亡风险增加58% 并会增加罹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根据一项研究 每日睡眠7小时的人死亡率最低 而睡眠时间超过或不足7小时的人死亡风险都会增加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慢性炎症 增加罹患癌症 心脏疾病 糖尿病 肥胖 抑郁等疾病的风险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带您分钟了解最真实最新鲜的北美资讯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见